作曲工作室 我自己是一位愛書之人 其實我從大學開始 幾乎每個星期六 都會去旺角的書店找書 還有每一年的書籍很多活動 會有講座等等 所以我每一年都不會放過 從九十年代初, 我記得 到那時候第一、二屆書展 都舉家去 兩夫妻和小朋友一起去 我想這個書展 是一個非常代表性的活動 書展其實可以一直逛很多天 每一天都想再回去 因為很多東西可以去看、去買 香港的書展是香港的最好的 有很多人在進入 從所有的生活方向 書展對我來說 可以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一句簡單的, 越來越投入 小朋友可以自己去看到自己喜歡的東西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家庭活動 這是一個學習的經驗 讓人們能夠增加自己的心 增加自己的環境 亦是很多香港我這一代朋友的集體回憶 我們去看什麼呢, 書展 其實書展的行程都很豐富 但我自己最期待令作家工作系列 因為很難得在疫情期間 都可以邀請到這麼多來自中國、內地、香港、台灣 甚至海外的作家 所以這是一個很難的機會 所以我們一定要去看 戴不戴小孩 當然要戴 生一個小孩, 我想帶他一起去 文藝郎的《世美香港》展覽 我就會展覽很多早期的飲食器具 還有宣傳單章 相信很多人都會回味 以往的飲食場所 和他去過的地方 港九新界都有 累積宏中元 Gymys & International Reading 這集集團揮 大著導師 合哦 由全世界 拋棄的體驗 背後的功夫 他們的實驗 我們可以學習 從全這些人 我們可以學習 他們的實驗 而且這個真的會很 stalls 你能成功 成人 今年詩展的主題是《益寫香港》 有五位專題作家 我是其中一個 另外有25本 《城市書寫特殊書》 會展出我部分的製作 我會有一個講座 講述我的雜史之旅 值得大家一起去參與 從香港閱讀世界 《益寫香港故事》 《Reading the World Stories of Hong Kong》 7月20日到7月26日 7月20日到26日 Don't come, don't miss it 書展見 香港書展到時見 大家書展見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